8月23日 香港著名導演陳沐盛因鼻咽癌不幸離世 終年58歲 曾經為陳沐盛走上電影行業提供機會的香港知名導演徐曉明表示非常惋惜 1981年 陳沐盛作為應徵者被人事部門帶到時任香港利德電視副總監的徐曉明面前 因學歷不夠而信心不足 徐曉明說 當時的陳沐盛雖未入行 卻對電影有著濃厚的興趣 回答起他的專業問題更是間接獨到 令他很是欣賞 那麼我感覺到呢 雖然他學歷當時不是達到電視台的要求 可是他比很多的什麼大學生啊 什麼資深的那些都講得比較深入 那麼我就感覺了 他確實是在這個方面發展的話 只有他努力 他肯定有 有一定的成就的 隨後將近一年時間 陳沐盛在香港利德電視 從事著與影視毫不相干的行政助理工作 而這一年 也是為他走上電影道路奠基的一年 大家對他的印象非常好 因為他的那個行政助理的工作以外的話 他很喜歡參與工作 跟其他導演 副導演 編劇啊 他很自動地去跟他們投入 談 他的那個學習 開會地先坐在裡頭 他那個人比較 比較憨厚 他不會很浮誇的那種 往往大家對他的印象非常好 所以呢 就都很歡迎他坐在裡頭 等於是自修的課程一樣 那麼後來關卡一段時間了 那麼就回到找他 我說你這段時間做得非常好 我說我現在可以幫你提升當為正式的副導演 那麼這樣子呢 就他就走上了那個影視這個第一步 徐曉明說 陳沐盛的成就來自於他的情懷和努力 加上自身人員極好 作為導演的管理能力相當卓越 讓許多人都愛與他合作 經過多年沉澱 更是將香港電影的風格節奏把握到了極致 他曾說 看陳沐盛的電影是支回票價的 觀眾的要求他就是我買票進去看你的戲 你有沒有領到我買票的錢 就是個正比 很多觀眾這樣子 哎 支回票價這樣 我感覺到滿足了 從藝術的角度也好 從娛樂性來講也好 可能觀眾已經滿意了 我作為一個拍風水片的那個導演 也說叫商業片吧 那麼我感覺這個評價已經是非常 非常適合他 也非常難得這個評價